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沛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8月17禮拜六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 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最近我身邊已經有朋友 在討論一個戲 然後也包括我認識的演員 也有在裡面演出 然後我看了這個戲之後 我才發現 哇 因為今天要來訪導演跟演員 然後先讓我試看了前五集 我才發現說 現在的BOG 台灣的BOG 可以拍得這麼好看 而且又是一個網路的影集 但是我必須說 我看過這麼多戲 然後訪問過這麼多的來賓 我認真覺得這個BOG會大眾 因為裡面的兩位男主角的 其中一位 連我自己是侄女 我都覺得 好想跟她談戀愛 怎麼會這樣 好 這一部戲就叫做 談一場完美戀愛 那麼在今天 你聽到這一集的時候呢 其實在網路上 已經可以搜尋到這個劇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前兩集 談一場完美戀愛 其實在8月12號開始 就在嘎嘎烏拉拉的這個平台 全球已經首播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今天非常開心 在現場 我們要訪問到的就是我們的導演 煉建宏導演 大家好 我是談一場完美戀愛的導演 建宏 好 然後另外一位演員 就是我說 大家都很想跟他們談戀愛的 其中一位 我們的萌寵好不好 可以這樣叫他嗎 可以 演員張峰豪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峰豪 好來 導演 雖然這個影集已經播了兩集 但是因為你們這一次 聽說是高規格 在用電影的規格在拍 我真的覺得 每次劇組在說 我們是用高規格 電影規格 我都覺得是劇組夸大棋子 我認真的 看了之後 我發現 你們沒有在騙人 我其實從來沒有說過高規格 你們沒有說高規格 我自己本人沒有 可是所有的報導都說你們用電影規格 然後什麼超高規格在拍 然後我就心想說 每次講到說那種超高規格 就讓我來看看是不是超高規格 一看你們認真的 還蠻用電影的感覺 是在拍這個網路的劇 來導演先來介紹一下 我之前在去年 就是我上一部作品叫沙利 然後那時候剛好做完後期 大概在六七月的時候 杰德就是嘎嘎烏拉拉他們公司 就邀請我去跟他們聊一聊 然後就說他們手邊有一部 跟音樂有關的BL劇 問我也沒有興趣加入 然後我其實覺得因為我剛好完成了 另外一個階段工作 我還沒有進行到下一個工作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我願意嘗試看看 可是我本人其實不是輔男 就是我沒有在看BL劇 然後也沒有對音樂一窍不通 所以我需要很多人來幫我 包括編劇或者是音樂顧問 所以他們也請了華納音樂 跟有一個Victor老師當我們的音樂總監 所以我那時候才開始 從那時候開始前置 一直到我們開拍戲音樂 所以這段時間我自己覺得 他們給我蠻多空間跟幫助的 在整個製作團隊上 可是我自己在看前五集 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說 導演竟然不是一個會看BL劇的人 因為你知道BL劇好看 當然很喜歡譬如說 有一個市場族群的人 或者是同事朋友可能很喜歡 可是對於我這種子女 我就覺得我看BL劇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好想要他們戀愛 我就會有一種尷尬感 可是你知道這個戲 我看了前五集 我覺得非常好看 謝謝 我覺得非常好看 你可以讓一個子女可以買單 就是我覺得BL劇好看 然後以及就是說 很想要知道接下來 他們兩個感情 或是劇情會有什麼發展 我覺得這就是蠻成功的 所以應該是說 在前置作業上面 導演應該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我做了蠻多功課 尤其是演員加入 然後我自己覺得這一次 我們總共有八個主要的角色 然後這八個主要的角色 他們有一個蠻共通點的是 他們很願意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包括楓豪也是 就是當時我們確定 這些角色之後 我其實他都有個別約 他們來跟我一起討論劇本 然後我們有同時 只有他們兩隊一起討論劇本 也有大家一起討論劇本 所以其實每一次討論劇本的時候 他們都花很多力氣跟很多用心的程度 在跟我聊故事 所以我覺得其他的部分像音樂 像其他製作層面的 其實都有很多人幫我 所以當時我覺得我只要顧好我的演員 顧好我的故事 我想應該就可以好好的把這部片子完成 所以我自己覺得 身為BL前輩的楓豪也是幫我蠻多的 他現在已經變成BL前輩是不是 楓豪這是你第幾部BL劇了 第二部 你好適合演BL劇 我不知道 我不管你是演什麼樣 就是你的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笑容 跟他的那個所有的狀態 都會很想要把他帶回家養 就很想要把他帶回家養 你不覺得嗎 我也覺得是啦 就是他的狀態 他在裡面就是心想說養我 哎呦就是不要這樣罵我 媽媽愛你 對那種感覺 我就心想說什麼意思 我就想 我一直在看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這個劇組太賊了 因為你們選了一個演員 就是他看起來太無害 跟雖然他在裡面是一個什麼 音樂天才上的whatever 是沒有人在管他是什麼 音樂天才上的 就是覺得他的整個狀態太對了 所以那時候 導演對於這位BL前輩 你是怎麼樣去選他 跟怎麼樣去評價 我們先讓楓豪先說說好了 楓豪介紹這個角色 我覺得很開心嘛 我其實 像剛剛儀佩姐就說 很多人 其實不是婦女會買單 對 因為我們其實 我一直都覺得 我們不是在拍BL 我們是在拍愛情片 嗯 就是我 但到現在 就是希望這件事 BL不是一個劇種 而是我們都在拍 呃 療癒 我們都在拍 呃 互補 嗯 然後愛情故事 所以 對我來說 我也不會說 呃 因為這是BL劇 所以我會去接 而是這個 這個劇本有打動我 但是你也太適合BL劇了 然後我現在在看著你的眼睛 跟你講話的時候 我就想說 你小學畢業了嗎 哈哈哈 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 你不覺得他長得好 好 好 滯嫩喔 那個 那個皮膚我們在拍的時候很困擾 蛤 很困擾 其他人的皮膚沒有那麼好 有一些演員皮膚不好 你才困擾 那個燈光是會瘋掉 因為所有的演員皮膚都比他差 所以燈光是比較困擾 在打他的燈的時候 嗯 因為他太好了 反光一直反光 呃 你這樣子李佳歡怎麼辦 哈哈哈 沒有啦 我因為我跟佳歡是朋友嘛 然後小妹妹嘛 沒有啦他皮膚也很好 但是你的皮膚是那種 白裡透紅 然後噗噗噗噗的那種感覺 然後還有 你今天是不是給我偷擦腮紅 沒有耶 真的沒有腮紅 你沒有擦腮紅 沒有我只有 除那個胡青 我把胡青蓋掉了 謝謝我媽 謝謝媽媽 嗯 但是你接了這個戲 好來你來 兩位誰要來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網路上看得到了 但是談一場完美戀愛的那個談 是其實是談吉他的那個談 所以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我來說好了 來來到你來說 所以他在講一個 有一個落魄的男子 叫做尼爾 他是圖善醇飾演的 然後這六年 其實他因為哥哥車禍過世 所以他一蹶不振 就是一個到處流浪的人 那他小 他在六年前有 在路邊遇到了一個小男生 然後那個小男生就是 張富豪飾演的小海 然後他那時候就覺得尼爾 在舞台上發光發的這件事情 對他很崇拜他 所以就跟隨他 但是因為這六年 他都無聲無息沒有新作品 他們兩個又再度相遇了 然後兩個人從本來互相討厭 就是 可是他們為了要在一個期限內 完成一件事情 就是完成一場 付出的演唱會 所以從互相排斥 到相互奔赴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戲 我之所以覺得好看的點在於 無論是不是婦女 或是你無論是不是同志朋友 其實你看你都會很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 我蠻認同豐豪說的 這其實就是一個愛情戲 就是無關性別 也無關就是 他到底是男 或是這把他擺成 變成是一個異性戀也可以 或是甚至把他變成一個GLG 我覺得也非常的成立 是因為我覺得兩個人在戀愛 或是互相喜歡 在磨合的那種過程當中 我覺得導演你蠻會抓的 就是在拍 誰誰誰可能對誰有好奇 但是又放不下自尊性的那種感覺 喔 看了心很癢 那每次一直在看露出姨母笑 怎麼會這樣子 可能就是演圓演的 沒有 導演很細膩 導演真的很細膩 那我問一下 楓豪在接這個戲啊 就在對這個角色 有沒有做哪一些功課 或是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 跟其他的BLG 你之前拍過的有不一樣的點 最主要最不一樣的可能是 我音樂要非常厲害 然後我其實只有小時候彈過鋼琴 應該四個有二十年了 然後到現在就是再次碰到鋼琴 我覺得我最大的功課 應該就是跟鋼琴相處 所以你有花很多時間 就是再把這個東西 再重新的手洗起來 而且裡面有很多首歌 他都要現場彈給我們大家看 認真 真的 所以他花兩個月的時間都練好了 我以為那個就是 譬如說close的那些畫面 應該就是替身或是誰的 沒有沒有 他本人 是我的手 是導演對你的要求 我跟你講有抱怨 今天都可以說出來 反正戲裡面拍完 來來來 是導演對你的要求 還是你自己決定要怎麼做 應該是我們大家都 都覺得要自己上吧 因為 我是從來沒想過要用替身啊 導演說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沒有預算可以用替身哦 你不要在那邊給我想說 有些什麼替身的預算 沒有什麼手磨 沒有這件事 無論是彈吉他 還是彈鋼琴 都要你們自己來哦 對啊 而且他手上有一顆字 我怎麼找一個字 可以啊 拜託現在化妝師多厲害 就點上去就好啦 你看導演走總借口 你很好騙耶 好適合帶回家養哦 來來 彈音場完美戀愛 我們先進個廣告 馬上回來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養起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好現在在網路上呢 我們已經可以找到 在嘎嘎烏拉拉的這個平台 就已經可以找到 最新原創的BL劇集 叫做談一場完美戀愛 其實我覺得現在在世界各地 都還蠻流行在拍 類似這樣的愛情故事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 我們看愛情故事 會露出乙母笑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純真這兩個字 越來越困難了 就是你能不能夠找到一個 真正單純的去喜歡一個人 並且想要兩個人一起完成夢想 或是某一個人的夢想 失去了之後 另外一個人去support他 而且是無私的去support他 完成這個夢想 好難 所以我覺得特別難得 我們的乙母校 應該也是很合理啦 我可能是乙父校 我看他們 就是都像看自己的小孩一樣 對 所以你在拍攝過程當中 會不會透過monitor 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 其實真的是有感受到那一些 愛情的流動跟交流 還有那種純真的感覺 好難得 對啊 尤其是演員他們自己的互動 是我最珍惜的地方 然後 雖然我們前面 準備工作準備得很長 就是包括拍戲 他們還要去武打訓練 然後音樂課 然後各種 他們在片子裡面 會用到的技能 我們其實前面都準備好了 那我跟攝影師 也跟團隊 都在現場 也都準備了 各種我們可能會遇到的事 但是 我通常都會讓 讓演員第一次試戲的時候 我希望他們很 能夠自己自由發揮 嗯 然後我就會跟攝影師說 我現在看到豐豪他 表演出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表情 等一下我需要特寫去補 他這個表情 是因為那個表情太 太太重要了 所以我通常都是第一次的演出 其實我是仰賴演員 跟演員之間的互動 嗯 然後我的工作只是把它放大而已 就是我看到了什麼 然後我跟團隊去把它再抓出來 嗯 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嗯 其實彈一場完美戀愛 總共剛導演說的 總共會有12集對不對 對 其實我在看這個戲的時候 我一邊覺得好像合理 一邊又覺得納悶 一邊又覺得打抱不平 打抱不平的點在於 這個戲是一個講 音樂有關的戲 這整個故事都扣著音樂 然後跟演唱跟出團 然後跟兩個人一起合作有關 最吊詭的事 我覺得就是導演跟劇組的陰謀 在裡面有很多演員 是本身是歌手 對 音樂人 但是本身是音樂人 你們都讓他去演配角 然後你們讓兩個主角 根本就不是音樂人 也跟這個音樂壓根沒關係 你們就是要逼死演員 我們只是希望他們長大 你看 劇組這不是劇組的陰謀 是什麼陰謀 我就是那些配角 都可以在我旁邊 看著我們主角沒有出錯這樣 欸 我跟你講 尤其是要在Neil 就是圖善純這個角色 在那邊現場演唱的時候 你知道李英雄作何感想 就是英雄會想跳出來 就是幫他唱一下 一滴龍之類的 我看你很大 我們這有關於音樂部分 都是壓力好大 或者是你在那邊 秀一些什麼音樂的時候 你跟學姊的相處 學姊就是 家歡演的 家歡是不是說 欸 學弟我來幫你 彈錯音了 彈錯音啊 你真的不對 你那個音準有插一個pitch 好像有一點點好像不太對 或幹嘛 就是雙手插藥在我旁邊看 所以 欸 導演 你要如何解釋這件事 因為這一次其實我們是跟華納音樂 嘎嘎 胡拉拉就結的 他們跟華納音樂有合作 所以創世創局啦 就是在我們 因為我們故事真的是 玩很多音樂 所以我們在前期準備劇本的時候 華納音樂就已經加入了 他們就已經為了我們的故事 寫了七首歌 第八首是我們拍完的時候完成的 好 所以那七首歌就在 演員們在表演的時候 就會不時的出現 對 所以演員們其實就很 很需要這些前面籌備起的工作 然後這時候那個華納音樂就 已經想好就覺得 欸 我們家的嘉歡跟太佑 好像很適合 可以在裡面 太佑是華納的人 華納的 華納音樂的歌手 然後邀請他們也一起演出 剛好可以 符合他們這七首歌都 都可以有代表性這樣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請他們來演出 但是 為什麼不找他們當主演 對啊 來來來 為什麼不找他們當主演 因為嘉歡 畢竟 逼遊劇裡面 通常沒有女主角 所以他就演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陪伴 我們男主角的旁邊的角色 而且其實這也是嘉歡第一次演出 第一次演出 因為我看到他的IG在寫說 他其實一直很想演戲 可是只是沒有機會 然後我就覺得 Mandy他開心了 然後後來就想說 不就是我今天要訪問的這一部嗎 對 所以等於 對啦 因為BOG的主角就不會是女生 對啊 但太佑也是第一次演戲 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是 太佑是不是負責演另外一對 演哥哥的角色 Neo的哥哥 Neo的哥哥的角色 太佑也是第一次演 第一次演戲 對 然後真的很厲害 因為很多部分都是 我們演員之間的即興 然後 即興 對 都是脫稿演出 然後嘉歡跟太佑都很完美的接到 是喔 第一次演戲我覺得就很厲害 他們 嘉歡是一個很靈活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 很聰明 對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所以你們在裡面有很多即興 包括 就不小心要親到這件事也是即興嗎 不小心親到的部分 就是 就是我覺得你不小心的不夠不小心 所以我們再來一次 即興的部分是這裡 他最喜歡聽這種幕後花絮訪問了 因為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在拍攝過程當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但其他即興的部分像是 其實我很多次 是我自己不夠專業 我可能講錯詞 但是嘉歡卻可以繼續跟著我講的詞 繼續流動下去 我覺得非常厲害 然後 我其實根本沒有想要弄他 對 但是就是 我就是不小心講錯了 他就是一個很流動的人啊 好厲害 他就跟著我一起講完那場戲了 對 了解 可是你自己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知道 這是談戀愛的戲嘛 那談戀愛的過程當中 你們是漸漸培養感情 還是你們有在之前先拉出一段時間 就是讓兩個人彼此熟悉 或是知道彼此的東西 我跟善淳主要是我們在拍攝 進主之前就認識了 對 然後我們認識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到很熟 善淳之前有拍過BL劇嗎 也有 也有吧 有 對 然後我們 前輩 比我更早 你們兩個都比導演資深 對 然後我們就是進主之後 我們有一起練團 我們其實幾乎是 那時候一個星期都要看到三四次吧 然後一直在練團 然後練團之外 很膩是不是 我從你的語氣裡面聽出來好像有點膩 對啊 你就說 我很喜歡 有時候很想要自己的me time 煩欸 其實那段時間確實 蠻辛苦的 但是也很享受 因為都是在玩音樂 然後除了練團之外 還要去拍戲 然後去讀本 對 然後我們就用那兩個月的時間相處 然後又加上我們去高雄的時候 他住在我隔壁 所以我們非常 幹嘛不住在一間就好了 對不起 那這是我個人的想像好不好 但是 有時候吵架還是要分開住 有啦 要有自己的空間 要有自己的空間 要串門子 每天晚上 可是我覺得這個BL劇 因為我其實我因為要訪問 然後我必須要看很多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這個BL劇跳脫了一種 我覺得是心形的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以前大家會覺得BL劇要嘛就是兩個人 可能有一方很強勢 一方很弱 可是我不知道我覺得豐豪這個角色 他可以存在在任何戲的 瘦這一方 我不知道他可以存在任何戲的這一方 因為他的樣子 就是會讓別人很想保護他 所以我覺得學姐如果在裡面 大家去看一下這個戲好不好 現在討論度很高 然後彈一場美麗愛 學姐就加上這個角色 其實如果他真的想追學弟 也沒有問題喔 對 就是裡面的任何女生存在的角色 其實都會很想要跟他 有一些些的交流 就大家都會 我已經講得很保守 以母校 對 就是我已經講得很保守了 所以導演那時候 選他來演這個角色 小海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我靠賺到 我當時是馬上就覺得就是他 就是他在跟我見面的時候 然後加上他又誇獎我上一部作品 然後我就覺得他有備而來 你不得耳骨那麼亂 我上次也會去把你的所有作品 都飛一輪啊 將軍施錦 欸 你先健身耶 對 要先健身 他坐下來 第一句話就 導演我很喜歡你上一部作品 是嗎 對 來 我們來重回當時現場 Action 來 你見到導演 練導妳好 我看過你上一部作品 我是喔 是不是 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 對 有一段時間 沒有 他當初沒有這樣講 我說我好喜歡喔 然後我還看過你的企劃書耶 然後就跟我分享他那個 對我那部作品的火稀 你真的是 真的不簡單 其實是一個沒有心 我都還沒聊他就先聊我 對啊 你真的是有個 你真的很想歐上這個角色耶 你真的很想要這個角色耶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演員嘛 要生存嗎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相信他要生存的 沒有 因為他很認真 對 就比如說他今天很想跟導演合作 我覺得這是互相的嘛 當然是導演握有很大的權力要選擇演員 但是演員到底對於這個 譬如說想跟這個導演 或是瞭解這個導演過去的作品是什麼 欸 我幫你圓回來了 演員也選導演啊 演員也選導演啊 對啊 我也是他選的 不然他可以不用來 對 一個戲劇本來就是互相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以了解到 豐豪是一個非常會做功課 有非常有演員的人 然後重點是他的演技也很好 然後又非常心機 你幹嘛自己這樣 我都一圓回來了 聽廣告 好 這個彈音場完美的戀愛 我想問一下導演說 其實網路上已經可以看到兩集了 大家的反饋怎麼樣 有沒有大家也是像我這種狀態 覺得還蠻姨母的 對 大家大部分都對於豐豪這個 小海這個角色就是 一直說他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是吧 對 我覺得那不是只有我單純 對於豐豪有什麼 還有外國人 外國人也喜歡豐豪 真的嗎 因為我們有第一集是 在YouTube上可以免費看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 你就可以加入 嘎嘎吾啦啦的平台會員 或者是Line TV 那第一集已經在全球放了 然後反饋都蠻好 就很多外國人 姨母們 哈哈哈哈 其實對我看不懂的文字 我都要去翻譯 大部分就說好可愛 好可愛 哪一國的人啊 都有 各個國家都有 哇天啊 那我覺得台灣的這個市場 真的是走蠻前面的 他們可能就很少遇到 可以那麼 那麼人人疼的角色 那麼想要帶回家養的角色 對 所以他們就很期待 可以趕快免費上第二集 對 但如果要看第二集 就要加入 嘎嘎吾啦啦 然後我另外問一件事情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 巨族刻意安排的 就是 善存本人有那麼高嗎 或者是小海 還是說你們用鏡頭去戴 因為我覺得有一種身高落差猛 然後就會覺得說 天啊好可愛喔 這個身高 就是那種 最最萌身高差的那種感覺 我沒有刻意刻意表現 但是造型組的 每次都給 善存穿高一點的鞋子 是吧 很高 他的鞋子每次都很高 是吧 那麼我一直覺得 他們兩個在網路上 Google的資料沒有身高差那麼多 然後我就一直在好奇想說 我就 我跟你講 這為什麼是廣播節目 我的節目好聽的原因是 我們可以去聽到一些內幕 因為我一直覺得 你們兩個身高差到一個 不可思議的地步 尤其是有一些 你們取景的角度 或是拍攝的角度 攝影師也是新健身啊 導演你也是叫攝影師怎麼做 所以就是 在鏡頭前面呈現的角度 就會讓人家覺得 有一種戀愛感 就是那種格差感 身高差這件事情 就是造型組 因你啦 是因為我嗎 所以因為你的因 沒有啦 因為善存在裡面的角色 就是要有點Rocker 對 所以他都會穿那種 皮 馬丁鞋 我知道就是裡面那種 可以偷偷 我們也知道有蠻多藝人 但都在裡面偷偷塞 他光沒塞就已經 三公分了 對啊 他一個大學生怎麼可能給他 穿那麼高的鞋 他就是很穿普通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是造型組的用心喔 造型組算是有幫他調整了一下身高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他們身高有一個 身高差 所以我會覺得 有一方很需要被保護的感覺 然後我今天第一次跟楓豪聊天 我才發現 你其實跟在角色裡面的樣子 跟個性其實差蠻多的 不太像 因為你在裡面是有一種 稍微比較沉默廣言的那種天才 那種天才型的人 就會比較 臭屁 或是講話比較嗆一點 對不對 但是你本人是一個很開朗的 國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 有點算 小海其實算是一部分的髒風好 因為就是 其實我跟 跟其他人還沒有熟之前 我應該就是小海那個狀態 喔真的 你比較慢熟嗎 我很慢熟 然後熟了之後 那我們今天這間是溫度比較高是不是 對 對 很快就熟了 對 那就是 因為我覺得 角色 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很酷的是 就是 我會希望可以把每個角色拉近我 而不是我去拉近角色 喔我懂 所以這是你的方式 這是我的方式 對 然後我就希望 張豐豪本身的 不同面向可以 我們可以放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喔 所以你有去平均在分配 譬如說 海跟大家不熟 或是在音樂人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放了 呃 平常的張豐豪 還沒有跟大家熟之前 對 就稍微比較沉默寡言 對 對 有點算是跟著小海一起在生活 然後我就大概可以知道小海會長什麼樣子 喔 然後怎麼跟別人相處 欸這我覺得蠻有意思 因為每個演員在做功課 或者是在融入角色 跟對角色的理解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憑空去捏造一件事情 有些人是拿自己自身的經驗去融合角色 但是我覺得你做的事情 還蠻有意思的耶 那所以你後來跟 善存的NEO這個角色 熟了之後是哪一部分的張豐豪 我就是熟到不行 然後一直講屁話那種 我通常都會 你會講屁話 就是現在這種程度 再加五成 我很愛講屁話 然後講一些冷笑話 然後我通常 因為我跟 我跟圖戰蠢會比較熟 所以我通常都會先在耳邊 先講一個冷笑話 我不想要跟大家講 然後他就會幫我變成一個 一個那個喇叭的感覺 他就是 跟大家講 他就是廣播社這樣子 他就是把這件事情跟大家說 對對對 但整個現場能夠get到只有李英宏 對李英宏 因為李英宏是一個 我跟你講李英宏是一個怪人 很棒我喜歡 你知道他之所以多怪 有一次我記得是在 一個燈會的活動是主持人 然後我就介紹他來 然後中間要訪問 然後訪問的時候 我就發現 很像是那個打節奏 我跟他一直不在那個節奏 他就突然去一個很奇怪的節奏 然後突然 突然給我R&B的那種節奏 然後我心想說 可是剛才不是講聊天 然後我就一直很想問他說 你現在是在哪一種節奏上 就他是一個音樂人 他就是突然之間會變得很 他就很百變 你抓不住他 然後那整場訪問就台下笑到不行 你知道我就跟他說 英宏還是我們不要聊天 你就唱歌就好 他就去唱歌 英宏是一個 其實英宏在裡面扮演著一個 很微妙的一個 一個火花的一個角色 或是讓他們兩個之間有一些些的 你知道有些人就拉不下臉嗎 或是有些人就是想要擺架子 有些人就覺得 我比較怎麼樣怎麼樣一點 他其實這個角色也選得很好 就是小海在戲中 因為他小海其實本身也很悶哨 他其實沒有那麼喜歡交朋友 但他唯一會放開心胸的 一開始其實就是李英宏的角色 所以在那李英宏飾演的是酒吧的老闆 然後聘請小海來當共讀生 他們酒吧其實生意沒有很好 看起來生意很爛 看起來都沒有人 我心想說你們要不要stay幾個人在後面 我們做的是熱情 對 做的是熱情 所以小海其實也是蠻顯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小海因為那個阿良 就是李英宏飾演的這個酒吧老闆 有很多開心的戲 或者是有很多比較外放的戲 封豪就是放在跟英宏的相處上 所以可以很清楚的一對出來 其實真正懂小海的 其實是阿良 他們兩個其實 每次看他們出現的戲 他們一拍出現的戲 都覺得蠻舒服的 因為我就覺得他們兩個 是真的非常哥們的那種好朋友 那我要講一個故事 好 這故事是不是不在裡面 不在裡面是幕後化學 然後跟佳歡有關 佳歡飾演的是小海的學姐 叫婷妃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在拍戲拍一拍的時候 那個我跟佳歡在聊天 然後那個阿良就走過來 就李英宏就走過來我旁邊 就說 欸 我告訴你喔 佳歡 我昨天看到你的新聞耶 然後佳歡跟我就想說 欸 佳歡最近是不是要出新專輯 所以會有新聞 但佳歡就說 他沒有啊 我沒有跑通告啊 怎麼會有新聞 然後阿良就說 我看新聞有一個日本某某航空要飛台灣的飛機停飛 所以你叫停飛的人都不可以當空姐 我笑到不行 我真的是我覺得不行 我心裡好像直接叫你們要出去 我是離開 我沒有出去我就走開 我跟你講離開是正確的選擇 這個話題到底要怎麼切下去 沒有辦法 可是這超級像李英宏會說出來的話 他就是 他就是跟你一拍 你很喜歡 很喜歡 這個很喜歡 這個就是 而且他事後我才跟他講 因為他那時候不在現場 我跟他講他就很開心 然後李英宏就走過來 然後走過來看他笑得那麼開心 我就說李英宏 因為我剛才把停飛的事情告訴他了 然後李英宏就很認真就走過來他旁邊說 喔你也有看新聞喔 然後那個笑話又再講一次 到底是有什麼事情 很棒很棒 這個劇組好奇妙喔 沒有是他們兩個比較好 沒有我跟你講 嘉歡也是一個很奇妙的人啊 嘉歡是 他就是突然 他的線也很奇妙 就是跟他講話說 永遠對不在那個線上 他是音樂人 然後傳一個訊息 他給我兩個月後才 他說 欸姐你那天有傳訊給我喔 那個什麼什麼 他說我那天就看了一下 然後就一直在思考 他怎麼回你然後就忘記了 就是他就是會做這樣的事情的人 很特別 就是超特別的人 所以我說你們這個 整個劇組裡面的這些演員 包括了歌手什麼都超不正常 都不正常 練導演 我還好吧 好那我們來說說 因為剛剛其實剛剛這個封好有講到一小小段 就是說 譬如說你在去熟悉鋼琴這件事情 那包括了跟他談戀愛的這一位 圖善淳 他是不是其實也花了非常多的功力 在這個戲裡面 對 其實他們兩個就是整齣戲的音樂擔檔 對 然後反而是音樂人 沒什麼事 殘忍啊 就是殘忍 李佳歡會唱歌嗎 李佳歡只有出現在那個 片尾曲的時候會有他的聲音 你們怎麼這樣子 華納這樣子怎麼吞得下這口氣啊 呵呵 怎麼會這樣 對啊 還是他們吞不下去 他心想說導演那搞什麼鬼 但他也有有唱 他也有有唱 他也有有唱 但也只有一首這樣 呃 那所以其實主演非常辛苦欸 尤其是他們兩位 對 對他們兩位 除了跟我排戲還要定妝 然後還要獨奔 嗯 然後還要去練團 練音樂 練唱這樣 嗯 還有圖善純其實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一第一幕出來的時候 我還心想說 這是誰啊 就是哪會流浪 就 這個是不是其實你們也是有去下這個功夫 因為要有一些區別 還是說他本人演員自己要求 我先來分析 分享一下 我一直在想說造型是有什麼事啊 其實當初在寫劇本的時候 因為小海是善純那個角色 NEO角的粉絲 嗯 所以在六年後小海不管再怎麼樣 他一定都會認出自己的偶像 對啊 可是為了要讓他認不出這個偶像 他一定不可以是 大家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土善純 就是不是NEO 我們就想辦法要把他臉遮起來啊 所以就給他戴了假髮啊帽子 然後他自己也覺得就是他這樣很像強尼代譜 嗯 誰跟他說的 他自己說的 麻煩您幫我跟他轉告一下 就是沒有 他一直在講 一直在黑那個不在場的日子 他現在不對 他現在不在場的日子 然後所以剛好一二集波爾以後 拿走向強尼代譜啦 所以一二集波爾以後 這反而引起滿大的討論 就是大家都笑他的頭是酸菜頭 對啊 可是其實我認真覺得帥哥 無論用什麼頭都不會醜 只是他沒有強尼代譜好嗎 就是可不可以把強尼代譜先放下 所以 他有放下 我相信他有放下 那我問你 他自己本人接受那樣子就是造型 他很OK啊 因為我們其實 我自己啦 因為我不是要拍好像 大家都帥到不可一世這樣 那 善存他也接受這種 比較寫實的呈現方式 所以在做這個造型 他是很OK的 只是他以為是強尼代譜而已 OK 但是你後面還是有變回他 因為 我跟你講就是要 人在落魄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樣的設定是蠻好的 就是人在落魄的時候 他是一種樣子 然後譬如說找到了一個 好像可以讓他chir up的人 然後他就會換成另外一種樣子 我覺得在這個戲 我覺得好看的點在於 我們看到了希望 然後這個希望不是遙不可及 就對於一般觀眾而言 你可能在身邊 你可能覺得你的工作很枯燥乏味 或是你的生活很枯燥乏味 可是你總是會找到一個 可以讓你light up的人 那這個人就是小海 對 他light up的我們大家 甚至light up到 就是世界各國的人 用奇怪的 就是沒有看過的一些文字 可能阿拉伯文 在上面留言說很喜歡他之類的 好我們今天進個廣告 好就在我們節目播出的同時 談一場完美戀愛在下周一 因為每一個禮拜一都會更新一集 那這整個劇 剛剛導演說總共有十二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未來的發展 那如果你今天剛好聽到這一集 覺得這個戲好像追起好像不錯 現在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囉 在嘎嘎烏拉拉的這個平台 大家可以踴躍來追一下 來支持一下 我個人覺得看來蠻喜歡的一齣 我好不想要稱號的BH 就是一個愛情戲嘛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經歷過 就是你談戀愛的時候 我覺得導演厲害的點在於 你有抓到那種談戀愛的那種 有時候很想釋放一些什麼 但有時候又有覺得 那種進退跟曖昧 曖昧為什麼讓人受盡委屈 因為曖昧就是很美的時候 有時候就過了那個曖昧的點之後 到了下一個階段 你有時候還會覺得說 嗯其實曖昧的時候蠻好的 所以你們在這個戲裡面 是不是處理了蠻多曖昧的狀態 我本人是啦 但我不確定主角 你本人很愛曖昧是不是 對啊 就是那個手要不要牽我 都覺得要碰一下碰一下 不可以直接牽起來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要處理這種 好像要得到又沒得到 要親到沒親到 要靠近又沒那麼靠近 就是你很愛 你其實是心機人 你們整個劇組都還心機 就是要玩弄那種曖昧的空間 心癢癢 對心癢癢 隔靴搔癢的那種感覺 那要演員有辦法辦到啦 嗯 我 我也 我好像沒有在處理這些事情 就聽導演指示啊 所以你是一個很乖的演員 導演說什麼你就去執行嗎 沒有 他很乖嗎 他很乖 來 我只是我只是要說我 我不會 希望他們只做什麼 然後他們都可以知道我 這個 期待 他們都會做他們 有想像力的事情 好那我問 最後一題來問一個 反正要ending之前 我問答應 他們兩個有沒有做出 你本來沒有覺得要這樣 但他們自由發揮成那樣 很多啊 我真的是不生美局 所以他才 剛才才說很多即興的發揮 你們就是fuel到了就會去 而且我不會 我很少很快就喊咖 所以我會等一下 對 然後看他們要幹嘛 對 他們如果要笑場就給我憋住不准笑 嗯嗯嗯嗯嗯 所以這其實這整個戲好看點在於 很多的演員在有氛圍的時候 或是有感覺的時候 會自由發揮 我們真的有在當下有在交流 跟有在聽對方說話 所以當當 因為每一秒都會有新的東西出現 對 然後導演還沒有喊咖 我們就會一路感受到結束 對然後 他們很懂為什麼不喊咖 對 有時候會有蹦出新的東西 那 沒關係 就現場發生 欸你很難得說看拍戲 然後拍著拍著拍著 突然變個實境秀這樣子 有一點欸 是吧 你不喊咖不就實境秀了嗎 欸對 他們在角色的狀態裡面 繼續發揮 那你就不喊咖30分鐘 我們就有多30分鐘的幕後花絮 跟實境秀可以看 對欸 那你們就把那些 我們其實是實境節目 對啊 你們把那些沒剪 還是你們明年就報實境節目 這樣子 兩個都報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包括有戀愛的感覺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音樂 尤其是現在其實年輕人 大家都很喜歡跟音樂有關的 其實我覺得喜歡音樂 在這個戲裡面也會很過癮 剛剛導演說 華娜也為了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做了七首 都是原 加小雨的這一首已經八首 整整八首 都是原創的曲 都是原創 我覺得很好聽 而且現在平台上也都聽得到了 平台上聽得到 第一樂這樣聽得到 就是我們播的這兩集 有用到的音樂 現在聽得到了 嗯 他們會陸續跟著我們的集數上架 了解 所以就是跟著集數 譬如說播到哪一首 哪一首已經有唱過就會上架平台 那我們現在在串流平台可以聽得到嗎 可以 可以聽得到主題曲 然後歲日 嗯 歲日其實在裡面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因為在前半段 因為我一直看五集而已 在前半段會一直出現歲日 所以這首歌算是他跟哥哥 哥哥還有小海中間很重要的連結 對 這首歌很好聽 就它很不像是一個戲裡面的中間的插曲 或是什麼 而且聽了兩次你就會唱 嗯 我覺得歌曲也算是一個 是不是討論度也蠻高 對 這一首歌跟小雨的主題曲 都蠻多人點閱的 而且我覺得在戲啊 其實去 是不是去年就排完了 我們去年剛好是二十九 就是跨年前一天拍完 嗯 去年拍完之後 今年在宣傳 其實我覺得你會看得到兩個演員之間 尤其是兩個主演之間的交流 我看了善存還有你的IG 你們兩個不要再給我鬧了 就是你們兩個不要太多愛哦 哈哈哈 真的是有愛的那種哦 就是看了會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其實是在宣傳期 可是兩個人感情是其實是很好的 嗯 在你們的各自的IG平台都可以看得到 對 我們講了那麼多 如果還沒有追這個系的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追一下 叫做 彈音場完美戀愛 最後就來聽聽我們剛剛說的 總共有八首歌曲 然後其中是小雨 親自創作跟製作演唱的片頭曲 叫做 我愛我在 現在也可以在數位平台 大家都可以聽得到 最後就來聽聽這首 小雨的我愛我在 謝謝導演